好对吗 那再思考问题啊 我们讲到现在讲的是静摩擦理是不是啊 对 那你说这个运动的物体会不会是静摩擦理呢 不是啊 刚才你不是说静摩擦理是静止吗 哦 你认为不会是不是啊 对 哦 你坚持你的答案啊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 物体所说静摩擦理方向与物体的运动方向一定相反吗 一定是独立吗 摩擦理不是阻碍物体运动的力 当然是阻碍 好 你继续坚持你的答案啊 那就是你认为这个运动的物体不会受到静摩擦理是不是啊 这是你的答案不会对吧 我先把你的答案写着啊 一会再回来跟你算账啊 物体所说静摩擦理方向一定于物体的运动方向 你认为是对的是不是啊 对啊 你也认为一定是阻碍是不是啊 阻碍物体运动的力嘛 那就认为你这两句话都是对的是吧 对啊 好吧 一会该给你算账啊 该表扬表扬该算账算账好吧 下面给 没准你有对的对的就表扬是不是啊 对吧 没准这三个里面你对两个错三个呢是不是 那你就表扬了 对两个错三 来 好了 我们把下面这个东西给搞明白了 你自然你知道刚才那个题目对不对了 好 来 这个超市的扶梯你见过吧 这个见过 都见过做过超市的电梯是不是啊 上周日还去过 上周日还去过对吧 我说的是扶梯下面这个面是平的 不是那种一愣一愣那种 那一愣一愣的高中跟讲 因为这个你还放那个购物车 购物车上面的是不是啊 是平的是不是啊 好 那人站在上面 但人站在上面可以站在不动 也可以往上走是不是啊 我们指的是这个人是个正常人 不不不 走的也是正常人啊 比如说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个理想的情况 人是站在上面的是不是啊 人站在上面的啊 那你说呀 就是扶梯它肯定是个斜面的是不是啊 对 人也是个东西是不是啊 嗯 你不能加个不是两字对吧 对 人是个东西对吧 对 你把一个东西往斜面上一放的时候 这个东西沿着斜面有向哪的运动趋势 那肯定向下呀 沿斜面向下 是不是沿斜面它是向下掉的趋势啊 对 肯定吗 嗯 那么刚才第一面图就有了嘛 是不是啊 对 斜面上放个物块 这个物体又向下掉的趋势是不是啊 嗯 那人也是个东西 这句话你不反对的是不是 对 不小是不是啊 嗯 那所以人站在扶梯上 我说的是相对于这个扶梯上面是个纯送带是不是啊 嗯 相对于这纯送带的运动趋势方向向哪的 人这个扶梯或者这个纯送带向下 就是沿这个斜面向下的是不是 对 好 人家老师我都没感觉到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咱们这样假设一下啊 假设你们家变成超市和坏超市啊 他的扶梯角度是这样 你人站在这地方你站上试试 我说不错 这肯定点真是往下滑是不是啊 对 所以你肯定不反对 他肯定是一件斜面向下的是不是啊 嗯 对吧 对 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 这个近摩擦力的方向 与相对运动趋势方向怎么样 相反 相反是不是啊 对 那你说 这个人受到这个 传送带给的近摩擦力方向应该向哪的 嗯 我想往下掉 他就得往上阻碍我掉 所以你现在有向这个方向的运动趋势是不是啊 对 那这个传送带就给你向上的一个阻力 阻碍你向下动是不是 对 是不是 嗯 那就是沿斜面怎么样 沿斜面向上 沿斜面向上是不是啊 对 沿斜面向上 我就写斜向上了啊 对对 这你也不反对是不是啊 嗯 实际上这个东西你自己应该是有感觉的 你往那个扶梯上一站在一瞬间的时候 你会感到脚底怎么样 那往上拉 往前错了一下拉你是不是啊 嗯 把你拉上去的是不是啊 对 好 这两个到现在都不反对是不是啊 嗯 再看下一个 我问的是 人相对于地面 而我不是相对于扶梯了啊 因为你相对于扶梯你肯定是干嘛的 坚决的 坚决的是不是啊 对 你相对于这边上的墙 相对于地面 嗯 这不都是地吗 是不是啊 你相对于地面你干嘛的 往斜向上运动 是不是斜向上 对 拿这个几个斜向上 斜向上 叔叔叔啊 嗯 这三空腔都没有问题吧 没有 好了 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来着 运动的物体会受到近摩擦力吗 这个题目的人算不算个运动的物体 哦 相对于地面 你第一面才找到是不是个运动的物体 对 但是他的摩擦力谁给的 电梯 电梯给的 但电梯给他的摩擦力 什么摩擦力 近摩擦力 近摩擦力 是不是 嗯 那 这该算账了吧 你这第一个是怎么着把这摩擦力给去了吧 啊 被去了 运动的物体会不会受到近摩擦力 嗯 会受到 会受到是不是 对 等着两个人会不会表扬你啊 呃 你看看 这个近摩擦力的方向向哪个 近摩擦力的方向沿着面向上 你人 沿地面的运动 相对于地面运动方向哪个 沿着面向上 近摩擦力的方向跟物体的运动方向可不可以相同 哎呦 悲居的 又相同 又相同是不是啊 呵呵 你是不是又该批评了 嗯 哎 那你说 这个摩擦力是阻力还是动力 谁把你弄上去的 电梯 电梯给你什么力把你给弄上去的 摩擦力 是摩擦力 嗯 那摩擦力这时候能算阻力 那就不能算 应该算什么力 动力 动力 自己把这两个体答案写上 啊 力学博大今生啊 那 博大今生 这个摩擦力我估计 这讲讲的虽然是预习班讲的啊 寒假班或者暑假班咱们预习了是不是啊 等将来对应的春季跟秋季复习的时候 你非常还有必要回来的重新听一遍 当年 当时预习预习班是怎么讲的啊 同学你今天听是一种状态 等你做了一段时间题目以后啊 你再回来听多少 当时讲的一块的时候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啊 反复听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是什么网球的优势是不是啊 你要上面手班能这么反复听吗 那老师回来给我充讲一遍 离你的老师是不是 嗯 好了 那下面再做一个实验啊 再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杜老师亲自模拟的啊 实验器材杜老师 好 那这个实验也告诉你摩擦力可以充当动力 且摩擦力的方向 跟物体的运动方式有什么关系呢 再看这个实验 好 同学们 我们人走路啊 肯定需要力是不是啊 嗯 那这人向前走路 应该是靠摩擦力 这没有疑问吧 没有 那你告诉我 当我向前走路的时候 我摩擦力向哪的 后 摩擦力向后是不是啊 嗯 非常标准的错误的 因为咱们都容易向后的 人向前摩擦力向后吗是不是啊 对啊 你看看是不是真向后的啊 好 现在看杜老师的脚底 杜老师的脚底呢 有两张白纸 杜老师的走路 启动的瞬间 你注意 观察白纸是向哪动的 然后你再根据现象 去推测杜老师受到的摩擦力 是向哪的 杜老师的摩擦力肯定是白纸给是不是啊 是 看好了啊 好 实验回来 那你说这个人走路靠的是什么力呢 人走路靠的是摩擦力 这肯定是摩擦力吧 对 你假想 如果你脚底踩的不是一张白纸 不是一个地面 踩的是一块冰上面 这个冰还是非常光滑的 你启动试试 你一走就趴那里 行不行 打滑 你打滑 脚往后来人趴那里 是不是啊 走不了的 没有摩擦力的地面 人是走不了路的 那孙明人走路靠的就是哪个力 摩擦力 摩擦力是不是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摩擦力对于人来说是动力还是阻力 那应该是动力 总的来说应该是动力是不是啊 对 总的来说应该是动力 那我这个人是运动的是不是啊 人是运动的吧 对 就包括刚才上那个电梯也是运动的是不是啊 对 但是 这个摩擦力是什么摩擦力呢 你看我这脚啊 我脚的启动的一瞬间 在脚跟的指在相互 相互作用的瞬间的时候 有没有相互滑动啊 没有 没有吧 对 你除非这样 那刚爬就去叫滑动是不是啊 嗯 实际上这脚跟指相互结束的两个点还是相对静止的是不是啊 对 所以实际上杜老师启动的瞬间这个脚跟指之间的摩擦力是什么摩擦力 如果是相对静止 那就是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 好 起运动方向 起方向就起 就是那个静摩擦力的方向对吧 嗯 你运动方向可以有什么关系 你看我人向哪走的 人往前走 人往前走的是不是啊 对 摩擦力方向哪的 往前 也是往前的是不是啊 对 老师我怎么看 我怎么知道你的摩擦力向前呢 我这实验都做半天前看不出来啊 我人向前的是摩擦力谁给的 摩擦力是不是 谁给的 对 你不知道指给我向哪的摩擦力 你看看我给指是向哪的摩擦力的是不是 嗯 我给指向哪的摩擦力 向后 我给指是向后的摩擦力 指向后飞了吗是不是啊 嗯 指向后飞出去了 那说明我给指是向后的摩擦力 那说明指给我人向哪的摩擦力 向前的 向前的摩擦力 哦 那指给我向前的摩擦力 也就是说我人受到摩擦力是向前的吧 嗯 但我人也是往哪走的 嗯 是往前走的 也是往前走的是不是啊 对 那其方向就是摩擦力的方向 与运动方向可以怎么样 相同 可以相同是不是 嗯 当然可不可以相反啊 嗯 这肯定可以相反的是不是 对 肯定可以相反的 好 那也就是摩擦力方向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 也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是不是啊 嗯 那就具体分析 具体分析是不是啊 嗯 就首先看 就首先看 你这个人 就是一个物体的运动方向 一般我们都默认是以地面为参照物了 是不是 对 如果它的摩擦力再是地面给的话 那你可以把相对两个字去掉 如果不是地面给的话 那你就要加上相对两个字 哦 这就说别的太深奥了 啊 啊 但一定与什么相反 这个摩擦力啊 就包括刚才上去那个滚轻那个是不是啊 嗯 上去滚轻那个啊 这个 我这个脚在向后蹬直的过程中 实际上相对于的直 我脚又向哪的运动趋势啊 对 就是那一瞬间相对于地面是想往后走的是不是啊 嗯 但是地面为了阻碍你往后 就给你向哪的一个例 向前的 向前的是不是啊 嗯 但一定与相对运动趋势方向怎么样 相反 嗯 相对运动趋势 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是相反的 啊 可以是阻力 也可以是什么 动力 这肯定也可以是阻力 也可以是动力是不是啊 嗯 对吧 但是杜老师跟讲这个 这个实验实际上也是想 想强调前面这个扶梯这个 但实际上杜老师这个 这个实验还不如这个好懂完 你发现没有 嗯 这两个是一个 这两个题是一个题目是不是啊 对 是一个题目 啊 是一个题目 就是你一定要理解相对的意思 啊 你相对于地面是往哪动的 但是你的摩擦力可能另一个物体给的 是不是啊 对 那你就看相对于另一个物体 或相对于地面 你就一定要搞清楚了 啊 太难了啊 啊 那现在主要是把这个方向给说清楚了 是不是说是 可能有的同学觉得我没说清楚是不是啊 嗯 没说清楚你做一段时间题目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听一遍 啊 就是这样啊 学理学就是这样啊 你可能今天虽然可能听得有个七八成熟吧 然后晕乎乎的 那你可能一会儿要做题 还要做再现测试题是不是啊 嗯 但你做一段时间以后 你再回来再重新再听一遍 你会发现就是不一样了 啊 这个摩擦力大小是这样 同学们啊 呃 人要版的同学是在学完平衡力以后 在学摩擦力的 那听得肯定很舒服啊 啊 混合版啊 还有个别版本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教员员脑袋是怎么想的啊 他把这摩擦力放到平衡力之前去讲去 这是严重违反科学道理的啊 因为不讲平衡力是不可能讲摩擦力大小的 所以如果后过混合版的同学 你们的摩擦力是在平衡力之前讲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跟杜老师一开始一样啊 稍微一点小晕 小玉 没关系 咱们广告他的课程里是可以随便调着学的是不是 嗯 你也可以这个地方先稍微放放 把平衡力听完以后再来听这个啊 但实际上你不听也是能听懂的啊 就是这个静摩擦力啊 他就根据阿里平衡啊 你这静摩擦力这个物体肯定相对于地面什么关系 相对于地面 是禁止的是不是 对 那禁止属于牛顿属于是出什么状态 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是不是啊 对 那平衡状态合理肯定什么关系 为零 那向前的推力跟向后的摩擦力一定什么关系 一定相等 相等的是不是啊 所以五牛的力向前向前推 那向后的摩擦力一定是多少 五牛 五牛是不是啊 八牛的力向前推 向后的摩擦力一定是多少 八牛 八牛是不是啊 当木块相对静止的时候 木块所说的静摩擦力与外力等值反向 大小相当方向相反 对吧 就是随着引起静摩擦力的外力的增大 怎么样 增大是不是啊 老师我乱了 我说你哪乱了呢 现在画图我就乱了 你不应该这么画吗 那这是一个五块啊 你看你推出的这地方推的 那我力的最余点是不应该画的这个地方 对 你看这摩擦力是谁给的 地面 那这个地面给应该画的这个地方才对啊 你怎么画的都画这地方啊 是 你刚学的时候 画力的示意图的时候啊 力的最余点就是画的你争着最余那个位置 是不是啊 但实际上我们将来啊 我们将来做一个力学题目的时候 一个物体可能会受到好多个力啊 向上提 向左拉 向右推 向下拉 一个物体可能受四五个力是不是啊 你不能在一个物体上面这地方画一个 这地方画一个 你都画成花了是不是啊 一个圆一个圆受到像这个力 像这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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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画成太阳了是不是 嗯 然后如果想当一个物体受到两个力啊 或者两个以上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看成一个质点啊 质点是高中讲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物体看成一个点 就把它受到的所有力都画到哪就行了 这边 这边 这是为了便于受力分析 便于对它受到的力进行分析 就把它受到的所有力 我们都认为力的最用点 在这个物体在哪 嗯 正中间 正中间 啊 要知道这是啊 啊 但是你看啊 这八钮推 推不动的话 就是八钮是不是啊 对 如果现在刚好要推动的时候 十二钮 那这个 刚要推动的时候 那个近摩擦力 我们就称为 最大近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力 刚要推动的 因为不可能永远推不动啊 是不是啊 最需要最大的力 推动的时候 那个力叫做最大近摩擦力 那也就说这个 近摩擦力 你是随着你引起你运动趋势的那个力 增大啊增大的 是不是啊 嗯 但你总有要动起来的时候吧 对 那刚要动起来的时候 啊 就是近摩擦力最大值 叫最大近摩擦力 在数字上等于物体 刚刚开始运动时的推力 是不是啊 推力啊 最大近摩擦力 这个的话 那这个近摩擦力是肯定大于零 小于对他最大近摩擦力的 是不是啊 对 最大近摩擦力 初中知道就行啊 杜拉基跟你提这么一句啊 将来高中的时候 还有细讲 摩擦力 杜拉基会跟你讲好多好多 因为摩擦力是力学的一个核心知识 因为不光是初中重要 高中更重要啊 那多少钱费了 九牛二号之力 把近摩擦力给你讲了 当然近摩擦力 你预解好了以后 滑动摩擦力就好讲了 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讲滑动摩擦力